接下來的上場就是,剛才跟你講 因為板塊擠壓 我們隆起台深,所以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有什麼證據證明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這個證據我教過,記得嗎? 台東波仙洞,高高低低的海池洞 越上面越老,越下面越年輕 所以是前面挖一挖,然後往上台 挖一挖,往上台,所以上面比較老 下面比較年輕 所以高處的海蝕洞,波仙洞 這個高高低的海蝕洞,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高位珊瑚礁,我說過了,你們現在已經 畢業旅行已經不去墾丁了,都停在一道玩耍了 他以前去墾丁的時候就會去設頂 設頂是一個小山丘 那裡面有很多的松乳石 石灰岩洞 石灰岩珊瑚礁做的石灰岩洞 珊瑚礁應該是在海邊 現在爬到山上了,海浪打不到的地方 所以證明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所以證明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所以這種高位珊瑚礁,遠離海岸的珊瑚礁 也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 還有一個叫做河街 就是一街一街,先看照片 就是河街,台灣很多地方都有這個河街一街一街的 河街一街一街的,河街 這個河街,這個河街怎麼形成的呢 來,這裡跟你說一下河街的行程 河街形成過程 河街沖穿河道兩岸的沉積岩 將謝謝物帶往下流 當期流速解慢時,謝謝物開始沉積 於是河道兩側的沉積物向外擴展 形成一平潭廣大的沖積成源 如果因目的抬升,加上河水往下寫得出更深的河道 造成河床下降,河水面也下降 於是之前在河岸兩側的沉積岩出漏變成了接地 若河流持續沖刷河道 河床暫持續下降 而舊的河街已被排升至較高的地方 並又在產生一新的河街 我們可看出一為較好的河街 而三為正在形成的河街 所以你從這個話,你可以知道河街可能有好幾街 在有好幾街的時候,越上面的怎樣? 越老,越下面的會越年輕 所以這就是河流,它不斷地有一個向下侵蝕的作用 這個在地形叫做回春作用 因為老的時候變得比較寬,侵蝕力比較差 回春的時候才往下切一階一階的,OK? 然後呢,間歇性的向下侵蝕造成一階一階地形叫做河街 然後比較上面的是比較老的河街 比較下面的是比較年輕的河街 就是所謂的河街,證明了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我前面總共講了三個證據證明台灣島在上升 一,高高低低的海蝕洞 二,高位珊瑚礁 海浪打不到的珊瑚礁 三,河街地形 來證明台灣島是在上升之中的 這一題呢,也跟所謂的上升有關係 一百里協二年大學學測第一題 一百里協二年大學學測第一題 哇,哈囉,大家好,我是廖老師 今天呢,他講解的是一百里協二年學測第一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吧 他說呢,在台灣的花龍海岸 有一個安山岩值的獎勵岩的海石洞蟹 那他說他海裡面的高約三公尺左右 那他說海石洞的頂門位置 很花生一些藤屋 還有其他貝類的化石 他出來化石的寬度大概是五十公分左右 然後之後他據點之後他補數 我又告訴你說 現在的藤屋必須要生長在潮間帶 而且它的潮差不能夠超過一公尺 那他說只在那種藤屋呢 這其他貝類的就是在海石洞頂門的 那種藤屋跟舊金跟夏列合作的地址都有關 他也要很希望主持來說 比石洞已經大地均在那裡 看見就是屍地啊 看見就是屍地啊 看見是屍地啊 看屍地啊 大家也都告訴我們 他都知道是屍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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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晚上他也在講草山什麼意思喔 他們說他不講生理的生理啊 也就是屍地啊 那如果說我講這 他在退潮的時候 如果大家退潮ochoch最後 我們在退潮之後 我們說退潮那個還選過 我們在退潮的時候 等下他的水位在這裡 就是覺得那個 那長潮的時候呢 可能剛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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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來了 好這個時候 是不是就有一個高低潮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潮潮 也就是高潮 我們客人不用高潮跟低潮是用滿潮跟甘潮 那是不是代表說它原本應該是在水面的呢 對不對 它原本一定這個位置這個高度的地方應該在水面 那到底要怎麼用我們才可以讓這個潮溫的貝殼 才說海平面高三公尺 那我就想啊 我是不是可以海平面下降呢 這也是這種方法海平面下降 因為那種方式是什麼 我們不可能一殼才生 再來我們方式都可以讓我們潮溫的貝殼 比海平面還要更高 當然這些潮溫跟貝殼不可能自己從海邊爬到那邊 所以這兩個原因所造成的 金融藥物海平面下降變得很美麗 好 那這次我們是不是就能夠選答案了呢 答案就是我們的選項 然後換台生 那換台生呢 可以讓我們很多一些像是 可能就是什麼店啊 會有一些 好 好 那我們再點來看看相關的考慮 重點喔 這張畫作也就是海蝕地形喔 有海蝕中海蝦還是地帶 來如果你不清楚有什麼海蝕地形的同學 那快點進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當然因為他選項設計的關係 大概隨便猜也知道 答案是在多少 不過 這就再度證明 這些題目都不用念高中 補充生就會了 OK 最後是要告訴你 重點是 請你要記得 請要記得我們台灣島在上升的證據 台灣島在上證據 有哪一些 要注意一下河街地形的意思 上面的河街比較老 這是你要了解的事情 OK